曹操是三国时期的杰出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,他一生统一了北方、与刘备、孙权三族鼎立,为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,曹操手下拥有众多的谋士和武将,如国家、巡域、巡忧、成域、贾许、司马懿等谋士,如夏侯敦、夏侯渊、曹仁、曹洪、曹真、徐晃、岳晋、于晋等武将, 他们都为曹操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,然而在唐朝建立的武庙中,供奉了历代的军事英雄曹操手下的将领中,只有张辽一人入选了七十二将,那么张辽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,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呢? 首先看下张辽的个人事迹,张辽,自文远,燕门马一金山西朔州人,他出生于一个寒门之家,没有什么背景和资源,他年轻时从军,先后跟随并州刺史丁远,西梁军法董卓,并州猛将吕布,在战场上表现出勇猛果敢的风格。 公元198年,吕布被曹操围困于夏批城,张辽率领精锐突围球员,虽然未能成功,但却赢得了曹操的赞赏和信任。 吕布被曹操处死后,张辽归降了曹操,并被任命为其都尉,从此,张辽成为了曹操麾下的一员猛将,在各地征战中屡立战功,他参与了对抗袁绍的关渡之战,对抗刘备的赤壁之战,对抗孙权的合肥之战等重大战役。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合肥之战中的《逍遥金之战》,公元208年,孙权率领十万大军进攻合肥,张辽只带了七千精兵守城,在城外巡视时,张辽发现敌军阵营松懈,便率领八百骑兵突袭敌营,他所向披靡,杀得敌军大乱。 孙权亲自率领主力追击张辽,张辽却不惧不退,反而转身迎战,他以少胜多,以弱机强,在敌军中纵横驰骋,杀伤无数。 最后,在部下的劝说下,张辽才收兵回城,这一战震惊了孙权和其手下朱江,也奠定了张辽在三国历史上的威名。 除了勇武之外,张辽还是一个忠义之士,他对曹操忠心耿耿,不论在生死关头还是平日所事中都表现出对主公的尊敬和服从,他也对部下和同辽友爱亲切,不计较个人得失,不嫉妒他人功劳,不与他人争权夺利。 深的曹操和曹魏重将的敬重和爱戴,他还是一个有文化的武将,喜欢读书写诗,与曹操,曹丕等文人交流甚欢,他的诗作虽然不多,但也有一定的水平,如白马片,征鲁江军行等,那么张辽比曹操其他将领的优势有什么? 张辽之所以能够在曹操手下众多的将领中脱移而出,进入五庙七十二将,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,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将领。 他不仅勇猛善战,而且谋略精明,能够根据敌情变化,灵活应对,他不仅能够指挥大军作战,而且能够独当一面,带领少数精兵突袭敌营,他不仅能够进攻取胜,而且能够守成固守,他不仅能够作战杀敌,而且能够治军安民,他不仅是一个武将,而且是一个文人,他是一个有成就的将领,他参与了曹操统一北方,对抗南方的许多重要战役, 吕立战功,为曹魏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,他在合肥之战中的逍遥金之战,更是被誉为三国时期的典范之战,展现了以少胜多,以弱机强的惊人气魄和能力,他是一个有品德的将领, 他对曹操忠心耿耿,不论在生死关头还是平日所事中都表现出对主公的尊敬和服从,他也对部下和同僚友爱亲切,不计较个人得失,和跃进有个人私怨,还是以大局为重一起同心同德坚守合肥, 而大败孙权,深的曹操和曹魏重将的敬重和爱戴,曹操前期武将那么多,为何只有张辽一人挺进武庙,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,只能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, 五庙七十二将是唐朝时期根据历史记载和传说编选出来的,并非完全符合历史真相和客观评价, 五庙七十二将中有些人物并非真实存在或者并非真正的军事英雄,如李牧,或去病,魏卿等, 有些人物则被过分夸大或者贬低了其军事成就和影响力,如赵云,黄忠,马超等,因此,不能完全以五庙七十二将为标准来评价三国时期的武将, 五庙七十二将中只有张辽一人入选,并非说明其他曹操手下的武将都没有张辽优秀或者比张辽差, 事实上,在三国时期的武将中,也有不少曹操手下的将领有着辉煌的战绩和影响力, 如夏侯敦、夏侯渊、曹仁、徐晃、岳晋等,他们或许在某些方面不如张辽,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, 他们之所以没有入选五庙七十二将,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事迹没有被后人充分了解和传颂, 或者是因为他们的事迹与其他历代军事家有所重合或相似, 或者是因为他们的事迹与五庙七十二将的边选标准和主题不太契合, 五庙七十二将中只有张辽一人入选, 也反映了张辽在三国时期的武将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, 张辽不仅是曹操手下的一员猛将,也是三国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家之一, 他在合肥之战中的逍遥金之战,更是被誉为三国时期的典范之战, 展现了以少胜多、以弱机强的惊人气魄和能力, 他的忠义之心、有爱之德、文武之才,也为后人所敬仰和学习, 因此,张辽能够入选五庙七十二将, 也是对他一生功绩和品格的肯定和尊崇, 那么张辽晋五庙是否有争议? 不能说完全没有争议, 只能说争议不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, 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来看张辽晋五庙并没有什么争议, 张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, 他的事迹和评价都有可靠的史料记载和证据支持, 如三国制、资质通鉴等, 他在三国时期的军事成就和影响力也是有目共睹的, 无论是曹操还是刘备, 孙权等人都对他有所敬畏和赞誉, 因此,张辽作为历代军事家之一, 进入五庙并没有什么不妥, 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看, 张辽晋五庙可能会有一些争议, 张辽虽然是一个优秀的将领, 但也并非完美无缺, 他在一生中也有过失败和失误, 如在关渡之战中被袁绍军击败, 在赤壁之战中被周渔军围困, 在白马之战中被关渔军逼退等, 他在曹操手下众多将领中, 并非最高职位、 最大功劳或者最长寿命者, 他在三国时期众多武将中, 并非最勇猛、 最智谋或者最忠义者, 因此, 张辽作为历代军事家之一, 进入五庙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和反驳, 从历史影响力的角度来看, 张辽晋五庙可能会有一些遗憾, 张辽虽然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, 但他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军事理论或者经验, 也没有培养出自己的门生或者继承者, 他在死后, 也没有得到足够的纪念和尊崇, 他的墓地和祠堂都不为人所知, 他的诗作和事迹也没有被广泛传颂和流传, 他在三国时期的武将中, 也没有像关羽、 赵云、 马超等人那样被后人神化和崇拜, 因此, 张辽作为历代军事家之一, 进入五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惋惜和遗憾, 想说明四起来要一种水平的水平的水平的水平。 稍微对了之后, 他会用到广泛传领和安全的水平的水平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